當今天進入協商狀態 好是誰提的 那就是拖延 那就是你民進黨今天在拖延 可是民進黨又不想非拖延的責任 所以立刻下一步23號開實安轉報 我覺得柯建民最壞的是 他就在玩文字遊記 拉協商是一貫利拉協商 沒有他還不講是他們提的 今天民眾黨把這個提案提出來說 加開就明天 然後就處理所謂的加開院會的提案 好 那個提案有一些順序 第一個我們先把它列進討論事項 然後討論事項的時候 因為沒有人反對嘛 然後民眾黨就說我們禁敷二讀 禁敷二讀 如果今天禁敷二讀了 就直接處理了 直接處理過了 就明天開了 本來應該是這樣嘛 結果是誰把他拉下協商的 是民進黨 是民進黨團提案說 這個議題我們要求協商 我們講有很多人不懂立法院的意思規則 如果有黨團提出對任何議案提出協商的要求 不可以反對 會自然進入協商狀態 就是一個月 就是會有一個月的協商期 一個月不是一個死的日期 只是說如果今天進入協商 最後協商有公式 隨時可以到院會處理 可是如果今天 你在院會裡面有人提協商 你不能當作反對 沒有不能反對 我們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8條 第二項有規定說 那個是叫做集交協商 只要有黨團提議 或是10人以上連署 即刻交付協商 他沒有辦法反對 當今天進入協商狀態 好 是誰提的 那就是拖延 那就是你民進黨今天在拖延 可是民進黨又不想背拖延的責任 所以立刻他在同時提下一步 我們主張禮拜五 這禮拜五23號 就民進黨團主張23號開食安專報 民眾黨是明天 然後民進黨突然出招了 他說我們要求院長召集協商23號 這個去處理所謂的食安報告 好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說民進黨 我又要當壞人 但是我又要當一個好的壞人 你知道他又要自己做這個政治公務 我不要背這個 不過好 又要丟這個 好 所以他們把這個案丟過去 然後韓國瑜就才是說 我會折旗協商 這個協商現在是交付協商 黃國昌趕快今天 剛剛四點半 先趕快召集一次協商 沒有結論 那民眾黨還可以發個文 請院長並按協商 我覺得柯建民最壞的是 他在臉書裡面講什麼 你知道嗎 他就在玩文字遊戲 他說 那個拉協商是依慣例拉協商 沒有 他說說 我講很多法案禁服二讀 直接不禁協商 直接禁服二讀 直接通過的 有 他還不講是他們提的 他還逼動 所以依慣例就禁協商了 你看他就是逼動揪心把這個東西 因為他不要背那個 我拉下協商的罵名 那當然這個東西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恐怖平衡 實安報告沒有人敢反對 但是最後就是看誰的舉措 是讓這個實安報告沒有成功 昨天是民眾黨讓今天的實安報告沒有成功 那今天黃國昌的版本 是讓明天的實安報告被柯建民 民進黨團拉下來 而民進黨團再丟一個選項是禮拜五 那所以這個東西還會再做一個超一些這樣 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叫做義式攻防啦 那只是說實安報告 我說穿了這個就是一個 變成一個我覺得是作秀的場面了 後面就是作秀的場面了 好